欸我之前還真的就說 以後如果我真的沒有在拍戲了 或者是我想要有一個副業 我真的很想當房仲 這是真心話 陳婷妮沒拍戲會想當房仲 手搭蔡凡新族CP一起賣兇宅 哈囉大家好我是陳婷妮 我在幸福房屋事件部裡面 飾演的是陸安琪 就是一個非常熱愛她的工作的一個職場上的女生 當助理的第一原則就是只能找到不准遲到 哈囉三立新聞網的大家好我是蔡凡希 我最近在幸福房屋事件部裡面飾演的是尤大志 然後她是一個無敵躺平族的佛系青年 第一期期劇幸福房屋事件部的兩位高燕子主演 陳婷妮和蔡凡希來啦 陳婷妮飾演不怕鬼的資深房仲 蔡凡希則飾演有同齡比的菜牛助理 勇傳五花八門的胸宅 我覺得安琪比我勇敢啦 現實中的我本人比較膽小一點 講直白一點我覺得我臉皮比較薄 她是完全不怕 但我是蠻怕的 希望在我的人生當中都不要有這個技能 我煮的東西不要亂看 主動積極 喝喝喝 有一陣子有一陣子趕過來 聽到大家說要幹嘛幹嘛 我說喝喝喝喝 就喝來喝去 其實我從小就超愛看房子的啦 所以在看這個劇本的時候 裡面有一些稍微專業一點的專業名詞 對我來說都沒有那麼陌生 房仲這個行業之所以辛苦 就是他必須要待看很多次 可能才可以協助他的客戶找到一個他命定的房子 我覺得大概去了解房仲他們的工作之後 會覺得房仲真的蠻多都是話術 哈哈哈哈 看房子這件事情其實蠻看個人的 像我自己就是很喜歡陽光 然後我很喜歡曬太陽 所以我會覺得如果我未來的房子是有露台的 我會在露台感覺無比的幸福 我現在租的房子蠻大間的 因為剛才有找到一間蠻大 然後房東人也蠻好的 我有自己的房子 畢竟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人生中買過最貴的東西 所以我很珍惜他 我希望可以在30歲之前買啊 但台北的房價真的不是過分的高 太過分 還是希望說可以自己買一間比較大的 前幾年也有因為想說給自己一個目標 然後有去看台北的房子 對啊看一看也都是要六七千 就是看而已 不管怎麼樣都買不起 我之前還真的就說 以後如果我真的沒有在拍戲了 或者是我想要有一個副業 我真的很想當房仲 這是真心話 我身邊不管是朋友啊 或者是親戚 大家只要看房子都會跟我討論 然後我也成功的 媒合了朋友跟親戚的幾個房子 就是參與他們這個過程 最後真的買了然後禮出 一起去幫他挑選家具啊 然後或者是之後會在他的新家一起聚會啊 然後覺得哇 他這個房子跟我有關好幸福喔 所以對我來說 有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但是因為我現在還真的喜歡拍戲啦 所以轉時間不會 喜歡他們的朋友們 6月1號完間失戀 記得鎖定3D都會台 準時收看幸福房屋事件簿 可以跟我們一起 創造一個共同美好的回憶 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幸福房屋事件簿啦 呵呵呵 然後 遊戲 開箱 會有 會有 忙餐